那么今天早晨 我已经给大家上传了两个战法 第一个就是九阴真经 以退为进 第二个是吉阴次阳 则福建昌 这两个课程呢 我希望它成为我们 量学情龙车战队友们 必会的 一个是绝技 一个是基本功 我们量学情龙车战队友们 必须会九阴真经 这个特种技术 要特技 而我们吉阴次阳 则福建昌呢 这是我们最基本功 尤其是新队员 从这一期开始 我要对我们的新队员 提出新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石盘的要求 什么样才能够石盘 什么样不能够石盘 那么我上传的两个 就是说九阴真经 以退为进 和吉阴次阳 则福建昌 这两个 一个是绝技 一个是战法 大家好好的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我让管理员已经开始 给大家布置作业 一定要强化训练 好吧 就是说 这两个是新兵 必须学会的课程 以后才能够石盘 否则不允许石盘 为什么 否则你要亏钱的 这就好比 我们一个新兵 若无以后 最基本的功夫 没有学习 开枪打枪也不会打 让你上战场上行吗 上了战场以后 那么不会逃跑 那么行吗 那么是不是也不行啊 那是不行 那么为了让大家 能够深刻的认识 这个九阴真经的重要性 今天呢 我就是书上的战法 已经上传了 我这里面 讲我们身边的案例 给大家体会 躲过大跌的重要性 我们来到这个股市 大家要记住 不可能没有亏损的 因为我们是实装跟装的 我们必须踏准 看准庄家的操盘 和操盘节奏 跟上强壮 跟上上壮的波段 我们才能够赚钱 但是呢 我们庄家在做盘的时候 怎么样 他有的时候要洗盘 有的时候也要下跌 温斯说 我们要怎么样啊 我们来到这个股市 作为 妙学 秦龙 特战队的 特战队友们 必须首先要具备 躲过下跌 躲过大跌的本领 也就是说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首先要学到会逃跑 那么为什么 你本身就是个新兵 本领就不高强 即使本领高强 我们的老队员 更都要 怎么样 学会九阴真金 都要能够 学会逃跑 胜利出逃 这个逃跑 不是为了真正的逃跑 不是逃亡 而是怎么样 而是为了 后面有保住性命 有更好的机会 我是古诗车总兵里面的 典型的 就是小庄 小庄他是反应非常灵活 他躲过了对手的捕捉 逃出来了以后 然后呢 以退为进 找好机会 再去 先保住性命 然后找到机会 以后怎么样 捕毁地方的指挥部 救出高大队长 那么高大队长 大家看到了 高大队长本领再强 他被对手给捉住了 怎么样啊 他就无计可施 本领再强 一旦被对手捉住了 就不行 所以 我们车总兵 来到这个股市里面 股市车总兵 那样是 其中车战队的队友们 来到股市 是不是首先是赚钱呢 是不是首先是赚钱呢 第一要任 不是先赚钱 第一要任不是先赚钱 先得给我保命 先得给我学会保本 是不是 你没有本领 命都保不住 你还怎么去赚钱啊 是不是 首先要学会保命 那么如何学会保命呢 那就一定要想方设法 赌过大爹 一定要想方设法 赌过大爹 只有我们躲过大爹呢 我们干什么 我们才能够享受上涨的机会 今天给大家重点讲 躲过大爹 我们第二十三期 从以后开始 每期的开班 我们都是强调躲过大爹 首先要学会保命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因此说这里面 参加车转队了以后 是不是进来就盲目更跳啊 是不是着急的进来盲目就更跳啊 千万不能盲目的更跳 盲目更跳就好像上个战场 急于上战场一样 对吧 很容易牺牲掉的 非常容易牺牲掉 我非常心中 每期都有一些队友调队呢 问一下原因 亏钱了 为什么亏钱呢 每天急于十盘呗 最基本的进退标准不懂 最基本的涨界预判不懂 然后就急于十盘 好 急于十盘以后呢 又不能够止损 又不能够出巢 一不小心就被庄家给什么呀 给牢牢的捉住了 是不是 一不小心就牢牢的被庄家给捉住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经常强调 世界案例不为见过 如有十盘 赢亏自负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首先 我这两天给大家强调 要想在这个股市赚钱 狼行千里吃肉 这个精神 要知道我们大家学习 我们狼的精神 大家可以看狼文化 他们为了吃肉 是要跟随猎卧 直到找到什么呀 好的机会 直到找到恰当的机会以后 合适的机会 他才去吃肉 是不是急于下口呀 不是急于急匆匆的 不管什么情况 就哈士奇就吃肉去了 狼行千里吃肉 不能伤他的毅力专注力 还是一种精神 赵士忌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真正的一定要把古话牵出朝经 学量学 说的就是画图 看懂千图 龙头牛骨自然就知道了 一定要古话千图朝经 这是对大家提出学习的要求 不要整天 一会拿这个股票 师兄啊 这个股票怎么样啊 老师啊 这个股票怎么样啊 给我自己学画图 我为什么 只要龙头牛骨跑到我面前 基本上大差不差的 都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真正的强龙头骨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体会 我的古图 我的图画的太多了 我把四大名著上的王子老师的每一个案例 全部画过了 全部画过了 这个 不着急啊 跟他们讲不着急 可以回看的 可以回看的 就是我 大家还不知道 我以前学量学的时候 我在我的书房里买了彩喷打印机 是吧 画着图 不仅画图 还把图打印出来 切在墙上 曾经一度 我的书房墙上 全是骨 牛骨图 那么学了量学以后 那么我们也是经常的画图 四大名著全部画过来了 对吧 你画多了 牛骨自然就知道了 我们不能说每一个牛骨 这大部分牛骨都能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也作为大家的座右铭 狼行千里吃肉 要向狼学习 不要着急 我就怕大家着急 我跟大家开玩笑 我说 我们散户亏浅的法宝 两大法宝 一个 就是怎么样 心态极 每天操盘 开杂火店 对不对 那么开杂火 第二个 亏钱的法宝 就是什么 就是 水平太差 虚华股市知识 没有技术 没有心态极 大家想一想 这就是恶性循环 怎么能不是亏钱呢 越亏越着急 越着急 越亏 对吧 越着急越亏 成功是偶然的 对 最近我们讲 看到一个讲话 我们每个人 能够赚到的钱 都是和自己的能力 所匹配的 我们有多大能力 才能够赚多少的钱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碰运气赚的钱 怎么样 最后又会因为能力而失去 是不是 就是说赚钱不能够靠运气 是应该靠实力去赚钱 对吧 要靠实力去赚钱 好 所以今天呢 开办第一天 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狼行千里吃肉 古化 先途淘尽 好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简单的复习一下 我们的九 因真经 就第一个内容 胜利出炒 躲过大殿 顺便问大家一下 这个贱面漂亮不漂亮 一面漂亮不漂亮 漂亮可以是吧 好的 这是福牛迎川 胜利出炒 躲过大殿 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好 我们怎么就胜利出炒 就是特战绝技 九阴真经 特战绝技 九阴真经 这个呢 我就不细讲了 说上都有 好吧 我们课程里都有 好 亮柱三阴 大家注意啊 亮柱三阴 阴过阳 快逃亡 就是阴亮柱 已经胜了 阴亮柱 一般情况下 大家记住 一般情况下 都给我先车来 那么有特力 有特速的情况啊 一般在高位车线 阴过阳 怪逃亡 亮柱三阴 阴病阳 一空舱 被亮阴 出干净 看到没有 只要是在高位 亮柱 阴过阳的 那么原则上 先给我 全部 出干净 这是原则上 特速的情况 我们在后面的 学习当中 会 会讲到 那就要 综合的看 第二个方面 架柱三阴 翘空阴 快出清 大家吗 这个翘空阴 我们也会 在后面的内容 多讲 尤其是高亮柱 后面的 跳空阴 尤其是 连续大涨 之后的 跳空阴 极阳 说的简单一点 极阳之后的 跳空阴 再一个呢 盖半阳 以剪舱 当阳 阴架柱 已经盖过了 阳架柱的一半 就以剪舱 这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 跌破阳关道啊 这就是跌破阳关道 那么 阴盖阳 要离场 阴盖阳 要离场 那么就是 把阳石底 给跌破了 是不是 架柱已经 阳石底 给跌破了 这个时候 也要先离场 先退出 这是 架柱三阴 好 最后一个就是 量限三阴 我们23期的 量限三阴 破金线 要走远 这里面 大家注意 这个金线 一个方面 可以指黄金线 另一个方面呢 它可以指 重要的量线 重要的平衡线 就是一个是黄金线 可以指黄金线 第二个特质 重要的量线 比如说 大家说 灯塔线 重不重压 高亮底 重不重压 高亮顶 重不重压 阳关道 重不重压 这些都是 重要的量线 中线穿 别蛮干 这里的中线 可以指 盘前三线 的中线 我们预示的盘前三线 的中线 第二个呢 就是阳关道 第二个可以 就是指的是 阳关道 或者 鬼门关 中线穿 别蛮干 而下线铺呢 别坐坐 这个下线 一般可以指 盘前三线 的下线 一般指的是 盘前三线 的下线 盘前三线 下线破了 能不能做多呀 那就不能做多了 能不能买英啊 能不能低些啊 就不可以 好 我这里 简单的 把我们的 九阴真经 特战绝技 九阴真经 复习一下 好 那么 具体的 大家看我们的 那个相关的课程 再看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二部分 好 从这一期 给大家强化 一柱一线 十八阀 大家体会一下 一柱一线 十八阀 我们刚才讲的 破金线 中线穿 下线破 这那样的线 知识 我这里的 一柱一线 十八阀 强调的就是什么 强调的就是 那样的线 都是关键的 那样的线 核心的那样线 也就是金线 我们 那样线 三阴当中的 破金线 可以说我们 一柱一线 十八法 所涉及到的 那样线 全部是重要的 金线 好吗 我们复习一下 先简单复习一下 详细的解读 我们再会讲 好 大家看 阳关道 是不是金线 阳关道 它是金线 对不对 是阳的二一位 中大阳的二一位 所以它是重要的 那样线 它是关键的平衡位 它是 又可以是中线 那么 而鬼门关呢 是中大阴的二一位 对吧 中大阴的二一位 它们是不是平衡位 也是重要的金线 也是重要的平衡线 好 高亮顶 好 是不是重要的 高亮顶是 高亮顶底是关键 高亮顶底相当的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我后面会详细讲 今天不要详细讲 这个高亮柱 它是主力 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对不对 最激烈的地方 所以 它的顶底的得色 就代表着 装性的强弱 就代表着 主装性的实力 强弱实力 以及装性的意图 好 就这高亮顶 是金线 重要的亮线 金线 高亮底 也是金线 那么黄金线呢 就更不用说了 黄金线 是从黄金柱身上 延伸出来的 对不对 亮线 所以它就更不用是金线 好 这是一柱一线 实金绝 后来我又给大家补充了 一柱一线 八银绝 八银绝 大家看 大银顶 是不是重要的亮线 是亮学里面的重要的平衡位 大银底 银 大阳底呢 也是重要的 是不是下线 大阳底是下线 而大银顶呢 是上线 好 那么分顶线 关不关键 分顶线太关键了 对不对 分顶线 往往就是我们一只股票 能否进入冲断行情的关键 一旦能过得去 它就要腾飞 一旦过不去呢 一旦过不去 它就要大幅的调整 就要大幅的调整 所以有票所变现 不过分顶线 就要调整 过了就要腾飞 银底线呢 银底线也相当重要 它都是拐一点的位置 就不银底线 你赶快有票必换钱 这是我们亲爱的王泽老师 帮我改的一句话 跌破国底线 有票必换钱 那么柴文国底线呢 仗庭在眼前 一旦国底线得到确认 我们仗庭就在眼前 好 这些我和接下来 给大家在详细的解读 今天仅仅是给大家复习一下 给大家复习 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的一注一线十八法 大家记住没有 有九句是进 有九句是退 大家好好体会 我们把一注一线十八法 学会以后 看看九阴真经的内容 有没有全部涵盖进去 大家帮我去 大家帮我去总结看看 有没有涵盖 已经涵盖了是吗 所以我们等会儿就分析 好 这是第二部分内容 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天 要用现实现生说法 用活生生的案例 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要学会逃跑 胜利出逃 要知道胜利出逃 要躲过大跌的重要性 好 这里面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经典的失败案例 三个经典的失败案例 首先 大家看 这个案例 大家是不是太熟悉了 我在九阴真经里给大家也举了 这就是派生科技 300176 那么我们就是以前期的老队员 在这个位置听消息 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到好朋友到好朋友 反正好朋友的消息 好朋友的消息 所以说派生科技在这个位置 将有重组利好的消息 对吧 重组利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这位老队员 那一听到朋友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好朋友 对吧 然后怎么样 就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了 结果买进去了第二天开始 怎么样啊 就一路下跌 连跌 九个一字接停板 我开玩笑 我说真的是九阴真经啊 所以这个案例非常经典 所以我要再给大家 九个地停板 对吧 九个地停板 那么大家请看 我今天让大家看了 学习了九阴真经以后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啊 能不能啊 我们用我们九阴真经看看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倍量阴 对不对 倍量阴啊 这是高位 从低位三十块八毛 涨到这儿 接近翻倍 是不是 电行的倍量阴 高位的倍量阴 出户的信号 是不是出户的信号啊 倍量阴 出干净 或者说是 倍量阴 快出清 无论如何应该出清 对吧 这就是量柱 这是量柱 好 我们再看 量柱的一个九阴真经 再看 架柱呢 是不是 跳空音啊 这一天 大家说 是不是跳空音 本身 这一天 就是跳空音 为什么 它是连续上涨 年阳之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年阳 这一天 盘中 是不是享受 七年阳啊 哎 已经是 急阳状态 这一天 盘中 享受 七年阳 那么是 跳空音 对不对 跳空音 这一天 就应该是 出干净 好 我们这一天 是 跳空音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第二天 又是 继续的 跳空音 是不是 连续 两个 跳空音 对吧 是不是 九阴真经啊 两个 跳空音啊 好 这就是 架柱三阴的 第一阴 好 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看 我们这 高位的 大阳 是不是 盖半阳啊 是不是 盖半阳啊 哎 盖半阳 要 离场 是不是 盖半阳 要离场 这是 对吧 这就是 量 架柱的 两阴 占了两阴 好 不高量 我们这一天 是 倍量 高量音 倍量 高量音 大家说 这个 高量 顶 是不是 重要啊 是不是 重要的 金仙啊 这个 高量 顶 第二天 就过不去了 不仅 过不去 跳空音 收盘 已经收到 这个底下方了 也就是说 不顾 高量 顶 又不顾 跌破 高量 底 是不是 九音 真经 破 金线 哎 这个高量 顶底 都是 金线 都是 重要的 量线 都是 重要的 量线 那么 我们 这个是不是 底线呀 这个我们 如果在 这一天 实质 盘前 三线 的话 如果 在 这一天 实质 盘前 三线 的话 我们 这个收盘 价 是不是 中线 啊 收盘 价 是不是 中线 哎 这个也可以说 跌破 这个收盘 价 中线 是不是 一旧白白 也就是 别满干 中线 川 别满干 好 如果我们 这 以这个 阳的 阳关 道呢 阳的 阳关 道 后面 是不是 跌破 阳关 道 跌破 阳关 道 是不是 中线 呢 也是 中线 川 是不是 中线 川 也是 中线 川 所以 这个地方 那 再看 下线 破 下线 破 下线 我们在 我们在 这一天的时候 高音的时候 下线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 设置阳关 道 是不是 设置阳关 道 这又是 应该 出户的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 出户的 那么 用我们的 一注一线 十八法 就更简单了 一注一线 十八法 是不是 更简单了 就是 跌破 高 亮 顶 逃命 最要紧 是吧 然后 跌破 高 亮 底 灾祸 等着你 对吧 然后 接铺 阳关 道 油票 赶快 跑 是不是 那么 我们这天 能不能买呀 哎呀老师 这天不是 吉音次阳 过二一吗 这天不是 吉音次阳 过二一吗 冷不能啊 哎 哎 这个九音真经的信号已经出现了 这么谁关键呢 对不对 谁关键谁主要啊 那么而且这一天很可能是个假 阳真音 对不对 假阳真音 所以哎 我们的队 那个老队员就是在这天买进去的 老队员正是在这一天买进去的 成了接盘侠 哎 他是 所以大家看九音真经重不重要 哎 这不是说二一吗 大家觉得这个数量二一的意义重不重要啊 这个数量二一的意义大不大呀 大家看看这个数量二一的意义大不大呀 他虽然数量二一 这个可是背量音啊 你这个数量二一的意义主策的量度干什么 都还高呢 所以同样是数量二一 我们是不是就是论识 就题问题 就题分析 能不能盲目的 啊 一定数量二一就好吗 不是说数量二一就一定就好 所以对了 这里的背量音 高量音 是最核心 最突出的矛盾 一旦跌破了没有收复之前 能不能参与啊 哎 这个就是核心的关键 就是在这个位置 核心的矛盾是这个背量 高量音 在这个地方没有被架注 没有突破之前 是千万不能参与的 我们好多人就犯这个毛病 我们好多人就犯这个错误 好吧 所以今天我这个案例 我今天有重复的给大家讲 所以不能是用一注一线十八法 还是用九阴真定 我们是不是这个位置都不能进啊 不仅不能进 而且有票出 要出 赶快出 哎 特别就是高量 有票赶快出 从这个高量的顶底 从这个阳关道 连阳之后的 吉阳之后的 地步阳关道 我们邮票都要赶快跑 好 不跑吗 还买 大家请看后面 这个股票的后市 大家请看这个股票的后市 看到没有 我们的队员买的位置是 五十二块五毛附近 是当时介入的位置 在五十块钱作用 好 结果后来一口气 九个接停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哎 真的是九阴啊 是不是啊 九个接停板 当时的收盘价是 二十块三毛五 看到没有 南腰直断 哎 我也很理解 当时的队员问我 向我求救 我说我也是 躺臂挡车呀 我是有心想救一救不了 没那个实力去救啊 对不对啊 我能不能救得了他呀 所以 大家来到这个 哎 以后别给我 给我队长出难题 你们 该逃的时候 不逃 对吧 你们该逃的 不逃 乱开枪 出现逃跑的信号 不逃跑 我能不能救得了大家 我救不了大家的 是不是 我救不了大家的 哎 不能啊 哎 不能 我救你们 我要 我 我又玩完了 是不是啊 我就玩完了 哈哈 对吧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反弹 到二十八块七毛六 然后呢 继续一路下跌 大家看到没有 继续一路下跌 下跌 下跌 到今天的股价是多少 今天 这个我们上周 我们的收盘价 六块九毛八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六块九毛八 大家说 跌得很不很啊 啊 跌得很不很啊 哎 这个案例 所以我每次都要给大家讲 是不是够狠 不会逃跑的危害 清楚没有啊 不能够 吵跑的危害性 大不大 太惨了 对不对 太惨了 这个队友后来肯定放弃学习了 对股市彻底就失去信心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千万九阴真经 所以今天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强调 新队员进来一方面能不能盲目失盘 不能够盲目失盘 第二个 当你做错了以后要不要纠错 能不能纠错 哎 你不能够纠错能不能失盘 不能够及时纠错 这个危害性太大了 那第一要学习 一定要把九阴真经学会了 新队员 所以说我提的要求 新队员一定要把九阴真经 跟我学会了 才可以失盘 不然的话 一不小心 命都会丢掉 明白吗 一不小心就命 在股市里面保命是最重要 就像股市特种病一样 必须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保命最重要 今天给大家强调一下 保命最重要 一定要保命最重要 大家记住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是龙队的案例 这是龙队的案例 是龙队的马前炮 可以说是龙队的一个失败的案例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他呀 大家看看这只股票 是国电男子 也是非常之经典的 那么我当时是2020年 1月10日星期五 是在这一天的时候 给大家分析的 周末选龙练习的时候 视频里面给大家分析的 分析第二天干什么 我们还当时分析了 这一天可以买 因 分析这天可以买因 为什么呢 因为一看左侧下来 这个手跌虽然输量不漂亮 但是这个地方消化了时间比较长 后面开始输量三因 输量三因 然后长银短注输量三因 输量三因 大家看到没有 好这一天为这边缩量三因 这边缩量二因 也就是说 那再看这后面 缩量三因 缩量缩量二因 这地方缩量三因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 甲跌 年跌 年跌 挖坑跌 对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缩量不是很漂亮 但是整体而言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下面干什么 已经是白日低量群 是不是白日低量群啊 这个白日低量群都是跌无可跌的表现 就是说大家要体会什么样就跌不动了 什么样就跌透了 一般说跌透了 一个是超跌 哎 是不是一个坑 两个坑 三个坑 四个坑 坑死人了 一般至少要三个坑以上 好 关键是什么呀 跌不动了 白日低量群 这个都是跌透的标志 这还行不行啊 仅仅靠这些行不行啊 还不行 我当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信心满满的给大家讲这只股票 大家请看 我们这一边 是不是一个坑底 哎 两个坑底 是不是三个坑底 已经三坑底抬高了 三坑底 大家注意量线阻挡型书上 王子老师给我们先强调了真底战法的重要性 有价值 这个左侧是甲跌连跌 挖坑跌 我们右侧是三坑底抬高 是不是 然后大家再看下面呢 下面我们这里是背量 摆低之后背量就让 白日低量柱背量就让 然后这地方也是低量柱加背量柱是不是 而且是高量柱 这根是不是高量柱啊 这根也是高又是背量柱又是高量柱 这个后面高量有没有跌穿呢 这个后面它是王牌柱 然后没有跌穿 形成三坑底抬高 然后这后面大家看小背量架声 量柱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小背量架声量柱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温和的背量 大家看 是不是架声量柱呀 温和的背量过了左侧的高量分底 高量低大家说走势抢不抢 大家抢不抢啊 第二天又是苏量三一上涨 又是苏量三一上涨 大家说这只股票是不是控盘了 主力是完全的控盘了 有没有能力上涨啊 该不该上涨啊 我们讲的三低三有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信心满满的 就被拉上的条件了 信心满满的就给大家讲了个 好讲了怎么样 真的就符合预期 第二天干什么呀 星期一的时候 翘空羊上涨 翘空羊又是一个小背量 是不是涨了 是涨了 问题是 问题是 第星期二的时候 这不涨 看到没有 不涨 冲高回落 高开低走 是不是高开低走呀 高开冲高回落 这是被动撤退 大家看到没有 第二天干什么 我们仔细看一下 第二天 这是高开冲高回落 高开低走 是干什么 是被动撤退 明白吗 是被动撤退 为什么被动撤退 大家看 当时应该就是发生了疫情 是不是就是一月份 一月份就是疫情加重了 是不是当时是刚开始的 新冠病毒 疫情加重 然后我们的大盘就大跌 好 大家还记得我们三星规律的一节课里面内容怎么讲的 三星规律的第三条 说装载散心的规律 告诉我们 每根价重的最高最低点都和主力和装甲有关 一般会呈现真中有假的量甲关系 后市一般看谁呀 后市一般看谁呀 后市一般看装 反之呢 反之呢 反之就是看市 看什么 大市市场 所以看装的话 我们刚才通过这么一支分析 这支股票如果是看装的话 是不是应该上涨啊 是不是主力完全已经空盘了 完全是可以上涨了 但是该涨不涨 我们应该怎么办 该涨不涨 看市 大盘当时不好 这说明我们的主力庄家是干什么 说明我们的主力庄家都是顺势而为的高手 对不对 顺势而为的高手 应该说我们绝大部分的主力庄家 都是顺势而为的高手 而且我们这种庄 大家要知道 大家说像我们国际男子这个庄 是短庄还是中长庄啊 是短庄还是中长庄啊 如果我们这一支股票 五级金件已经形成了 如果这支股票 五级金件已经形成了 大家说 它能不能打结啊 本身也要打结的 五级金件是不是也可以打结啊 那么我们这样才形成了三级金件 对不对 三级金件更加可以打 什么时候也可以打呀 关键政治股票 政治股票有没有到谁要怀差一朝封眠 必涨不可的程度啊 他还没有说 五级一般是五级金件之后 打结到位了 他必涨无疑 对不对 必涨无疑 我们这里仅仅是三级金件 是主力又实力上涨 但是呢 当你遇到大势不好的时候 他就可以顺势而为 而且真正的市场的强庄很少的 真正的最强的庄 他会逆大势上涨 但是绝大部分的庄家 大家记住 他都是顺势而为的高手 所以 我每天我给大家分鞋 带盘的时候 我是不是天天强调大盘呀 对 我是经常要提醒大家 要搞清 至少我们要清楚大盘分项 对不对 我们要清楚大盘分项 是强还是弱 然后我们根据大盘的分项 来控制分鞋和把握其机会 就怕我们做糊处事 就怕我们心里糊处的 是不是 就怕我们打无准备的仗 不清楚 到底行情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 好 所以这 结果该涨不涨 那么我们有队员就抱着不动了 因为我分析的非常好呀 分析的可能比今天分析的还好 所以队员抱 第一天不说行不行 可以吧 这一天不说是可以的 可是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第二天就是跳空音了 是不是标准的跳空音啊 又是跳空音 又是跌破阳关道 是不是 又是中线穿 是不是中线穿 好 不说行不行啊 也还行 因为我们这个是被晾住 被晾阳 是被阳 被阳我们等它的底 是不是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是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 把这个阳 被阳的底 也给跌穿了 大家说干什么 这就是金线 破金线吧 是不是底线啊 生命线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去出来 大家说 这个位置我们损失大不大呀 在这个位置出来损失大不大呀 完全是小的损失 这一点点的损失一定要能够承受 10%左右的亏损 大家一定要能够承受 如果不能够承受10%左右亏损的 就不能做合格的车弹队员 就不能做合格的车弹队员 明白吗 那你就不能够做龙头牛骨 龙头牛骨有的时候震荡起来 当天的就能10%左右 是不是啊 那当天就能10%左右 所以10%以内的亏损 大家一定要能够承受 才能够做龙头牛骨 对吧 好 这个 所以 结果没出 还是不出 就 九阴政经 按照九阴政经 是不是就这个位置就 就应该出掉 在这个顶上 我们就应该出掉 可是我们有对 就是不出 不出以后抱着给他跌 哎 抱着给他跌 跌到四块一毛一 我不知道有没有割肉啊 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割肉 就就杀到四块一毛一 这个位置是五块四毛七 跌到四块一毛一 这个呢 相比较我们那个刚才的案例呢 是不是要好一些 哎 这是顿刀子割肉 是不是顿刀子割肉啊 这是顿刀割肉 大家看这个后面下跌 是不是电型的 假跌 它是因为大盘杀跌 是不是 大盘的杀跌 它这个下跌 苏三一 苏三一 看到没 连续苏三一下跌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是不是说 苏量下跌 我们就抱着 也可以就不出货啊 不要看 苏量下跌 我们也要具体文章去 具体对待 先假跌 也是跌 对 假跌 也是跌 我们 要 躲够下跌 哪怕是 不管是真跌 还是假跌 真跌 必须得躲 真跌 必须得躲 那么 假跌呢 我们也要躲 明白吗 有的时候 假跌 杀伤力很大的 有的时候 我们的好多票 刷二一 后面 主动下跌 主动洗盘 跌得也非常厉害的 所以 我们这个地方 是按照什么呀 我们看看 量住 没有心 是不是 量住三阴 没有 架住三阴呢 被窍空阴 是不是 抽干净 窍空阴 然后呢 因 盖半阳 是不是 盖半阳 然后到最后干什么 最后就是 阴盖阳 三阴盖阳 对不对 架住三阴 全部应该抽货 好 按照我们量线三阴呢 就这个底线 是不是要做底线 破金线 这个被量阳的底线 是不是金线 它是生命线 是金线 是重要的量线 所以 这个破金线 要走远 对不对 那么中线 我们可以阳观道 那么下线 我们的底线 也可以当成下线 对不对 所以 这个被量阳 就奔进 也就是说 按照九阴真经的话 我们按 在这个位置 就应该出货 那么 用我们的 一注一线十八法 两个就行了 一注一线十八法 一个就是 跌破阳观道 有票赶快跑 跌破大洋底 干什么 跌破大洋底 灾祸低音的底 是不是 都要出货 也就一样的 九阴真经用 一注一线十八法 都应该在这出货 所以说 我说大家把九阴真经 一注一线十八法 学会 行不行啊 真正的要把一注一线 十八法 学透了 执行到位了 哎 就是 果断出逃 好 你不出逃 下跌 如果在这个位置 下跌了 那就 后悔目净 我们请看 这只股票的 后市 表现 如果躲过下跌 是不是 在这个位置 把这下跌 躲过了 然后 这一天开始 从 怎么样 就阻力 就悄悄地 悄悄地 起来 然后呢 是不是 在这里 用三针底 战法 出现一波 拉伸 啊 接下来 做了一个 一个澳 两个澳 小级别的 一澳 二澳 三澳 一澳看 二澳跟 三澳 就登峰 是不是 三澳就登峰啊 然后 从四块一毛一 涨到 十三块五毛五 一口气 涨了 三倍 三倍 大家说 这个案例 学不失败呀 这个是 龙头迷探的 马全炮 失败的案例 所以 龙头迷探的股票 能不能盲目跟啊 不能盲目跟 怎么跟啊 哎 我们要按照标准 进退标准来跟 要跟可以 必须按照 进退标准来 该进 则进 该退 则退 要躲过下跌 躲过大跌 要把握 上涨 把握 大涨 的机会 明白吗 这个案例 讲了 大家明白吗 明白吗 哎 三争的战法 就是三敌 三有战法 好 这是 龙头迷探的 失败的案例 哎 一定要躲过下跌 你就该 这个 我为什么举这个案例给大家 就是一个是失败的 哎 预报以后没涨就跌的 对吧 所以不能盲目跟票 这是其一个 其二呢 它恰恰是一只好票 它恰恰是一只好票 我们就要按照标准来 进退标准来 躲过下跌 把握上涨 一定要跟涨 不跟跌 哎 要跟涨 不跟跌 等它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去拔 因为 绝大部分龙头骨 我都能看得出来 对吧 我有的时候提前给大家讲 我就是 有怕他们有可能成为龙头女骨 大家跟踪 比如说 仗庭版扶盘 仗庭版扶盘是那样学的 必备的悬谷方法 对不对 仗庭版选股是量学的 必备的 这个选强装股的一个方法 但是 是不是说我选出来的仗庭版 选出来的股票 大家第二天就去追涨了 不是的 对吧 我真的说 基本上龙头股都能被我选出来 而且我的支数已经缩小的很小 我的作用是什么 我是从一大堆的股票当中选出 减少大家选的量 但是大家不能完全依赖我 不能集中一只股票就做的 大家还要有自己的眼光 从我选择把股票池已经缩小的当中 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 达到标准的 辅寻的机会 大家说是不是 应不应该这样 好 今天给新兵记住了 进来 你不懂标准不开枪 懂吗 不同进退标准的 千万别给我急着舍牌 而且 一定要把九阴正经先给我学会了 一定要把九阴正经 一定要先学会潮 保密 学会保密 好不好 好 你不听话吗 不听话 好 再让 再让你们看一只 队员失败的案例 如果不听话的 就让你们再看一个队员盲目更跳的案例 德威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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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股票 有个队员在这个股票里面买了一百多万 买了一百多万 在什么地方买的呢 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买的 买了以后有没有赚钱呢 买了以后 可是赚钱了 赚了十几 二十来万了 赚了十几万 进二十来万了 结果呢 不出 结果还想赚更多 想赚十几万少了 还想赚更多 结果 怎么样 一天就打下来了 打生气了 打生气了 不出 第二天跳空音 还是不出 一路抱着 一路抱着 抱给他跌跌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出了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出 大家说看应不应该呀 我说怎么回事呀 本来是赚钱的 这个票 哎呀 他们就说的 龙头迷探很牛 龙头迷探是专找龙头牛骨的 然后龙头迷探点凭的票 他要翻倍的 他还要大涨的 能不能这样说呀 本身这个当时是创业版的个股 创业版有一段疯狂 对吧 但是呢 疯狂之后 创业版是不是后来降温了 后来降创业版降温了 日点开始切换到哪去了 日点开始切换到主板里面去了 我都及时给大家提醒了 我有没有给大家提醒到位 我有没有给大家及时的提醒到位 大家说 当时的切换 我都提醒大家了 切换了 对吧 那不管 关键是这票 大家说应不应该给他套上来 本来是赚钱的 结果一百多万套 后来亏了心态也亏了 亏得不好了 是不是 大家看 是不是太典型了 九阴真经 是不是太典型了 我们不要说别的 先看着亮柱 是不是 这个亮柱是阴过阳 干什么 阴过阳 快逃亡 是不是应该说 你这一天 如果这一天就盘中就应该赶快逃亡 从亮柱 如果看亮柱这一天没逃亡 第二天干什么 如果这一天 因为工作原因也好 什么原因都好 没错的话 第二天干什么 你继续逃 亮柱 我们九阴真经的亮柱是最重要的 也当亮柱出现见顶的信号 大家说干什么 必须的逃跑 那边出牌的可能还不亏钱 还不怎么亏钱 所以从亮柱三音来说 好 那么我们从架柱呢 架柱呢 大家看这一天 是不是又是极阳啊 是不是又是极阳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是不是极连阳 这又是一个极阳状态 极阳极阳干什么 这是不是跳空音啊 对啊 这就是跳空音 极阳之后的跳空音 干什么 跳空音 拉拐轻 跳空音 快出轻 是不是极阳三音啊 极阳三音的跳空音 快出轻 好 盘中 怎么样 盘中盖半阳 干什么 以减仓 对吧 你这盖半阳 你要以减仓 那么 最后呢 应盖阳 要离场 从极阳三音来说 是不是这一天也要出货呀 这一天也要出货 好 量线三音 我们这个 中线 从这个是不是中线 大阳的阳关道 是不是中线 阳关道就是中线 对吧 那么我们的阳的底线 大阳的底 是不是金线 是不是重要的金线啊 是不是下线啊 保命线啊 所以 这个 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一天 对不对 我们无论如何 大家说 是不是在这一天 大阴的这一天 就应该出货啊 这一天必须逃命 只要盘中看到的这一天 你必须逃命 如果这一天没逃命呢 如果这一天没错呢 你第二天也给我拉拐去 大家看 这个威力重不重要 这个就是跌破高量底 跌破高量底 后来上面上去反弹 没有过高量底 不过高量底 灾祸等着你 好 这地方再次反弹 最高价四块一毛一 好 这个位置反弹 最高价四块一毛二 而我们这个底是多少 这个高量大阴底 是四块一毛三 有没有过高量底呀 都是没过高量底 是不是 如果你这地方没出来的话 到这个地方要不要出货啊 到这个地方要不要出货呀 不过高量底 灾祸等着你 是不是灾祸 是不是灾祸 我估计在这个地方出货呢 即使亏的话 也是小亏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可能还小赚 也有可能是 最亏也是小亏 好 你还不执行标准 不出来 这个跌下来 那就不一样了吧 一下子就亏掉了 四五十万 一下子就亏掉了四十五万 对吧 怪谁呀 怪龙头迷探吗 如果把这责任推个龙头迷探的话 这个队长头就 头发要全部白花花的了 承受不了 是不是这个队长就没法做了 没法做这个队长 这个 是不是 那么一直跌到扎 跌到扎 有没有完全见底呀 现在则是初步见底 是不是初步见底 小背阳 这个是高亮阳 底部高亮阳 这是一个小背阳 然后在这里形成了 接力小双阳的走势 接力小双阳的走势 好 然后呢 是不是我们要看 能不能一级一级台阶 搭上去 现在才形成第二级台阶 对不对 因为盯着做 你要盯着高抛低级 高抛低级要做 要形成三针的台高 这个跌的也可以 对不对 是不是跌的可以呀 大家看到 所以 新队长们 能不能盲目跟票 新队长们 应不应该把九阴真经 跟我学会 好 所以 我今天用三个 活生生的 学灵灵的案例 告诉大家 尤其是新队员 来到车站队 必须学会九阴真经 必须先学会 胜利出逃 必须先学会 保住性命 要保住性命 好不好 只要大家保住性命了 怎么样 能不能盲目跟票 不能够盲目跟票 我会尽力教大家 一些能够稳定赚钱的方法 新队员对自己 不应该要求太高 应该先学会 稳健 盈利 那么 明天 我会教大家 怎么样 躲过下跌之后 再来 如何享受 上涨 好吧 如何享受 上涨 但是 首先 通过第一课 我们这个新队员们 一定要给我 学会胜利出逃 一定要学会 保住 生命 性命 好吗 好 我们今天的 第23期的 开课典礼 就跟大家 讲到这里 我还是想 先给大家 抓紧 教一些内容 那么 基因自然课程 大家好好的学 那就是享受 上涨的方法 我们 今天 请不吝点赞